好 因为壮旗的端午节 延期的福州马祖彩献团月底出发 政府为了反制大陆发布的 惩治台独22条的意见 提高了到大陆地区旅游警示到城塞 行政院发言人陈世凯提醒国人 应该要慎重的考虑前往中国的必要性 也要呼吁在中国的国人注意自身的安全 而对于中国近期对外宣布 关于惩治台独22条意见 行政院认为不仅是程序不明确 而且内容过于广泛模糊 只会挑起两岸人民的对立 严重影响到两岸人民的交流跟往来